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人世间最跌宕起伏的幸运是什么 还是最后还是有人陪伴 分手也和好了 被误诊之后突然发现是误诊 你们所说的三个例子都指向一个成语 叫失而复得 失而复得是最跌宕起伏的幸运 给你内心有一种极大的快乐 接下来这些作品的作者 他就能让你失而复得 来 我们来看到一个视频 一个很贵重的洗脸盆 被一位年轻的搬运工摔碎了 年纪轻轻的他当时就懵了 这个脸盆是他两个月的工资 万一被老板知道了就完了 联系我希望我帮他修好 修完以后他问我需要多少钱 我没要 和他说这次我帮你修不要钱 我不伟大也不富有 我只想帮帮他 希望他在任何时候 都不缺从头再来的勇气 面对生活希望他可以勇往直前 大家好 我是板凳师傅 今天维修的是一个普通的西瓜 我只是本当有机会 但我们又需要了 我们下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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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裁缝 做一件衣服一条裤子没什么 关键是改 改是最难的 而像这种不露脸 拿手艺在抖音上 引起大家关注的还真不多 今天我们就要见见 他的庐山真面目 这个珍惜岁月 珍惜生活当中每一样东西 愿意帮别人失而复得的男人 到底长成个啥样 来 掌声有请 好 现在什么也不用说 让我们好好看看这个男人 大家好 我叫王伟 来自山东青岛 今年29岁 什么时候开始想起来 要修这些东西 是别人曾经拿过一样东西 给你修 才萌发了你的这种想法 其实我从事这个职业 已经有八年了 之前是 就是说我们正经的工作 是从事一些家装 然后在后期的话 做短视频呢 我是特意用方便面去修 其实这只是一种 我自己想的一种噱头 那你修过的 最饱含情感价值的东西是什么 情感一方面的话 我记得就是 大概上个月吧 维修的一个是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茶杯 水杯 然后当时是一个 也是一个就是抖音的粉丝 他给我发了一条私信 他说就是说 是他前男友以前送给他的 然后因为这个男朋友呢 就是说 就是因为一些事情 就是不在了 就是这 这真的是不在了那一种 我记得他当时说 我知道他不在了 我也知道他回不来了 我只是希望 看见这个杯子的时候 就感觉到他 然后我整个人当时 就很触动了那种 我就说 我也不敢保证给你修多好 你寄过来 我肯定帮你去修 所以我觉得 希望他可以从 那一份感情走出来 这种事多吗 不多 不多 你们有没有自己 特别想修的东西 我刚才他说的那故事 如果特别想修 就是我有一个 那个小的词法 是我那个爷爷送给我的 收拾礼物 结果那有一天 阿姨没有关窗 下雨还是怎么样 然后就可能是风太大 就把它刮下来了 就掉在地上 就摔碎了 然后我回来就反正挺伤心的 我就拿了一个盒子 把它都装起来 然后我不能确定 我是每一片碎片都有 但是我尽我所能都留起来了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 把它粘起来 我就想问师傅 你能不能帮我粘 多少钱我都愿意 可以 大概已经摔了 有三四年了 还能修吗 可以 也就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你还不仅只是个手艺人 你还帮别人 在维护着一定的信念 这是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手艺做好了 有能力了 应该去做一些 回馈社会更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好 那这样吧 既然是修得了无痕迹 那肯定要经过大家眼睛的检测 你们谁认为自己是没瞎的 是火眼金睛的 可以上来挑战一下 每一样东西给你十秒钟时间 你找出它是修了哪儿 来 曹妍 来 喜欢吃芒果吧 对 我儿子喜欢吃 不能摸啊 摸就摸出来了 对不对 你就是看啊 不能摸呀 对对 就用我这双桥水给你 它早支不上来 展示知道吧 这里 哪里 这 确定吗 确定 是不是确定吗 我可以把它挖开吗 挖开要吃的 要挖开要吃的 你要是错了 你就把它吃掉 包括那修的地方 对 你确定是这个地方吗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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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挖吧 可以可以 可以破坏吧 可以可以 来 吃这个吧 你自己挖 自己挖 不是那儿 肯定不是那儿 边上有刀子吧 有刀子 不是 好 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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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有人要吃502浇水了 哎 我们得为师傅点赞 这么近距离一看 都看不出来